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 他要求实验者把未来一周的烦恼写下来 投入一个烦恼箱中 一周后他和实验者一起打开箱子 结果发现90%的烦恼都没发生 接着他让实验者把还未解决的烦恼 再一次写进了烦恼箱中 寻求解决之道 一周之后他们再次打开箱子 大部分实验者惊喜地表示 过去那些烦恼已经不复存在了 仔细想想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 你是否常常因为还未发生的事情 忧心重重 你是否常常沉溺于一件小事 无法自拔 平凡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得好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有时候不是烦恼选择了人 而是人主动选择了烦恼 人生在世 与其心有千千结 不如顺及自然 随遇而安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王家卫导演曾说过一句话 人最大的烦恼 就是记性太好 许多时候 我们总拿过去的遗憾和不甘 不停地去折磨自己 但很多事情都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快乐生活的秘诀 只在于 你是否有一颗 能够想得开的心 作家蔡兰 常常以乐观的姿态 出现在大众面前 仿佛从未有过任何烦恼和痛苦 每一天都过得无忧无虑 接受十三腰节目采访时 她提到了一段往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蔡兰在著名的 上市电影公司担任监制 当时她在邵氏 做得风生水起 为邵氏电影赚了很多钱 可是有艺术梦想 崇尚自由的蔡兰 一直想拍一部文艺片 她把这个想法和老板说了 老板却以不赚钱为由 拒绝了 一直拍商业电影的她 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 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台 没有自由的赚钱机器 不难看出 即便乐观如蔡兰 在人生道路上 也会有痛苦和迷茫的时候 但后来记者问她 当时那个过程 痛不痛苦时 她却云淡风轻地说 不讲了 也不去想了 严谨一概的四个字 不去想了 倒出了她的智慧 或许每个人 都曾在生活的泥沼里 有过不愉快的感受和经历 越钻牛角尖 就越会情绪失控 越胡思乱想 越容易陷入深渊 蔡兰最智慧的地方 恰恰就是 他们懂得及时止损 能看得开 也能想得开 后来为了给自己解压 蔡兰开始了 环游世界之旅 也因此 找到了自己喜欢 并乐意付出一生的事业 美国作家 玛丽安娜·威延森 说过这么一句话 沉溺于往事 并不能让过去的伤痕愈合 只有活在当下 才能抚平昨日的伤痛 人生不如一时之八九 忧伤和烦恼 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学会看清 看淡 将烦恼和忧愁 视作无误 明媚的阳光 才会照亮人生 瓦尔达心态 在古语里有一句话 人心耗尽而欲牵之 若能潜其欲而心自静 当杂念太多 我们就容易打乱节奏 扰乱思绪 甚至失去方寸 只有专注在当下 才能减少不必要的顾虑 以更好的状态 去面对困难和挑战 在心理学上 有一个瓦尔达心态 瓦尔达是美国一个著名的 高空走钢丝的表演者 在一次重大的表演中 不幸失足身亡 她的妻子回忆说 我知道她这一次 一定会出事 因为她在上场前 总是不停地说 这一次太重要了 不能失败 绝不能失败 而以前每次成功的表演 她只想着走钢丝 这件事本身 而不去想其他任何事 有时候 越想做好一件事 越做不好 因为当你把全部心思 都放在 如何取胜和吻赢时 就很容易分心和失误 《人物》杂志上 有这样一个故事 2014年 李娜第九次参加澳网 在她打第三轮比赛的这一天 几乎集齐了 所有失败的可能 比如痛经 疲惫 遇到了对手的赛点 乃至球鞋脱胶 更可怕的是 她要带着这种种的不顺利 在46度的高温下 完成长达两个小时的比赛 几乎无胜算的可能 但最终李娜 却扛下了所有的压力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惊艳了所有人 提起取胜的原因 李娜说 她当时也没想太多 只是告诉自己 只顾全力 以赴地去打球 她已经不记得 当时的球是怎么打的 只记得 那天中午一点的太阳 打在胳膊上 像是在着火 我不停挥拍 一次次把球打回去 直到拧开水龙头 冲到冷水 才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已经赢了 有一句话说 成功不是想出来的 是做出来的 当你越患得患失 越容易给自己 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和负担 当你越退缩和犹豫 就越容易丧失最宝贵的底气和士气 只有心无旁骛地 把焦点放在当下和眼前 才会有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过好今天 不优未来 罗曼罗兰曾说过一句话 人生烦恼迷惑 只因看得太近 而又想得太多 我们总是容易忧虑明天 担心未来 饭是一口一口吃的 路是一步一步走的 所有的压力和困难 也需要一天天去承担 有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铁匠 家里非常贫困 于是铁匠经常担心 如果我病倒了 不能工作怎么办 如果我挣的钱不够花了怎么办 结果这一连串的担心 像沉重的包袱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使他饭也吃不香 觉也睡不好 身体越来越差 有一天铁匠上街去买东西 忽然昏倒在路旁 恰好有个医学博士路过 博士在询问了情况后 十分同情他 就送了他一条金项链 并对他说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千万别卖掉他 铁匠拿了这条金项链 高兴地回家了 从此之后 他经常地想着这条项链 并自我安慰道 如果实在没钱了 我就卖掉这条项链 这样他白天踏实地工作 晚上安心地睡觉 逐渐地又恢复了健康 后来他的小儿子 也长大成人 铁匠家的经济 也宽裕了 后来他把那条金项链 拿到首饰店里估价 老板告诉他 这条项链是铜的 只值一元钱 铁匠这才恍然大悟 博士给我的不是一条项链 而是治病的方法 作家林清玄曾说过一段话 今天扫完今天的落叶 明天的树叶 不会在今天落下来 不要为明天烦恼 要努力地活在今天这一刻 生活中大多数烦恼 就是因为想的太多 明明是别人不经意的一个眼神 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偏要起人忧天 陷入无尽的遐想 结果想着想着 就陷入了负面情绪中 难以释怀 正所谓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生活本不易 何必自寻烦恼 心大一点 少想一些 才能活得轻松 过得自在 有一个研究表明 在一天中 每个人平均 会有上万个意念 盘旋在脑海中 许多时刻 我们觉得活得太累 皆因想得太多 就如一句话说 病是吃出来的 健康是走出来的 祸是说出来的 烦恼是想出来的 过去不咎 当下不杂 未来不忧 才能让自己 活得更轻松和自在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